韓國 就是韓國 在韓國之前 有一個重要的人物 就是派上的指揮 那我先簡短的介紹一下 王一文 王中文老師 他是在我就學的時候 高科的那一年 來接了學校的管理學生 他接了從13到13屆的時候 那學校有些分色的關係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還是沒有管理學生 那在兩年前我們重新的復活 那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的延續一下 那我請一文老師來跟大家去投放 好 現在看到很多舊面孔 新面孔 很開心 感覺是像來在同學會 所以從我畢業的第一年 我就發現了東西高中 那時候我的妹妹 還是東西高中的學生 所以呢 就看著他成長 也看著在座的成長 他們不叫我老師 他們叫我大姐 就跟著我妹妹叫我大姐 那也很開心 就是這次的團 我們又在一起練 那看到很多本來的小朋友 已經當媽媽了 當爸爸了 都帶著孩子來 很像小baby 對 我來的時候我也還沒結婚 現在我也是兩個小孩 很開心 那希望 其實學生的是一條很辛苦的路 你們看我們在台上 哇好棒喔 哇好棒喔 可是你不知道 我們練了多少嘴巴 如果有的時候 你不知道我們練了多少瘦 到要去練加暗的時候 我常常跟他們說 我們的社訊就是 一天一百遍 真的沒練好的 六天六百遍 算什麼 沒有上千遍 都不夠 那很開心 能夠在這裡 帶一次大家的音樂 那我接下來 帶最後一首 YNCA 謝謝大家 YNCA 其實我相信大家 等一下 開始之後就會發現 有時候會想 那中間有一段是 那個納喊 YNCA的部分 我希望可以大家 跟著我們一起納喊 這樣子 謝謝 電視為一個納喊 給我唷 謝謝 您的嘴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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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